民進黨其實有三大塊嘛 自由民主的堅持 青年執政的堅持 還有一個是兩岸和平的追求 那我認為這三個部分 現在對我來講都距離建黨的初衷越來越遠 比如說青年執政 我們就看到台南那個議會 基本上都已經是確定是議會的會選 那賴清德為什麼對李全教跟邱莉莉就是兩套標準 你對言論自由也雙標 然後對青年執政也雙標 那這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民進黨了 我對世界形勢還有兩岸形勢的判斷 跟賴清德的這個差異越來越嚴重 那我也認為以目前賴清德對兩岸的這種論述 未來他如果要當選 那台灣就會陷入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再繼續這樣走下去了